那未来这件事情的朋友啊 九把刀就把自己的这个 等一个人的咖啡拍成了同名电影 不过这一回呢 他就只是做了编剧以及监制 他说做导演实在是太辛苦了 以前自己写影评的时候啊 就说这导演把电影拍得像屎一样 他说他自己做了导演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导演 想要对自己的电影不负责任 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收敛低调一点的好 而另外一部电影呢 就是《堵城风云2》 在泰国拍摄了一个月之后 终于转回香港了 由香港著名导演王晶 执导的2015贺岁电影《堵城风云2》 近日在香港举办新闻发布会 以及开进拜神仪式 周润发 刘嘉玲 张嘉辉 余文乐等主演 西数到场为电影宣传 据悉周润发和刘嘉玲在戏中 饰演一对恩爱情侣 两人之间少不了激情缠绵的亲热戏 二十多年没有和发哥合作的刘嘉玲 大呼不过瘾 要加戏 而尽管发嫂在片场日夜监工陪伴 发哥似乎仍然相当留恋和刘嘉玲 在戏中擦出的火花 两人对此前合作都十分沉醉 回味无穷 对啊 因为我从小迷恋 从小迷恋周润发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二十几年前都没有亲过嘴 这次好不容易有三个机会亲 很快就拍完 还没反应过来就拍完了 梁太太 梁太太 曾经也就此事件发出微博 称此举乃各司其职避免损伤 为了Angela打抱不平 发布会的现场导演再次为替身事件发生 对于Angela的爱护显而易见 实在其他当期生的那个小女孩 已经九岁大了 我们对她也下了很多保护 所以基本上是大家都不会受伤的 就怕Angela太小 身体语言什么 没一个比较大一些的孩子好 就是这样而已